你當時跟他被報道住在一起 什麼金屋藏鬼那個時候 你沒有火大到說 幫助他還惹這種事情 就趕快把他送走算 報道出來以後 他自己住在我們家那個 也包含看到范范 看到黑馬 都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這個事情出來 對小孩子來講是滿難受的 這麼多妹妹當中 特別邀請他去住你家 真的嗎 所以剛剛小嫻聽我說 主持人大哥很喜歡邀請別女主持人 去他家 有一次送他回去的 那個時候看到是 他家樓下都是兄弟 住的環境不太好 對 特種行業那種小姐那種套房 那時候我不覺得他們是兄弟耶 好像覺得很貓 還有他智商 到現在還是有點貓 我覺得這粉絲比較兇狠一點 你們覺得是兄弟喔 那個 你不覺得你住住那個環境 有點複雜喔 沒有 沒有